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这个基因与泛音的立体 那这个单元是介绍空气柱所产生的柱坡 就是用声音的方式呈现 那有分成两种管乐器 一种是两端开口 例如长笛 那另外一种是一端封闭 一端开口 那这个是类似单环管 那么在前面的影片 我们有简介基因和泛音 两端开管 两端开口的这个空气柱 它的柱坡频率遵守这个公式 就是2L分之V的整数倍 L是空气柱长度 V是坡数声音的速度 2L分之V叫做基因 最基本的最基础的频率 然后基因的整数倍 一倍两倍三倍四倍 就是所允许的柱坡频率 这个是两端开口的情况 就遵守这样的公式 那如果是一端封闭 另外一端开口的话 那它的基因频率 就会是4L分之V 4L分之V 然后它可以允许的频率 如果是一端封闭 一端开口 这样的管月器 它可以允许的频率 遵守这样的公式 4L分之V的基数倍 基数倍 那这时候4L分之V 也是叫基因 那可是下一个的话 就会是基因的三倍 再下一个的话 就会基因的五倍 好就这样子 那我们就直接带公式 来看 好这边再多加一句 这个也是第一反应 总之呢 基因是最低的频率 那下一个是基因的倍数 应该说 第一个最低的频率是基因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允许的频率 就是第一反应 第三个允许的频率 就是第二反应 对所以 总之呢 如果是两端开管 两端开口的话 它所允许的频率是 基因的一倍 两倍三倍 四倍五倍六倍 所以它的第一反应 就是基因的两倍 可是如果是 一端封闭 一端开口的话 它所允许的频率是 基因的一倍 三倍 五倍 七倍 基数倍 那它的第一反应 就是基因的三倍 好 好那我们就直接 来带公式了 题目说啊 今天长底 两端开口的这个长底 吹奏出基因的频率 与单黄管 也就是一端封闭 一端开口的 单黄管 的第一反应频率相同 那这时候请问 那这时候请问 长底的空气柱长度 跟单黄管空气柱长度 差几倍了 这时候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就是 长底 然后是基因 所以 n等于1 n等于1的话 就会写成这样子 那长底的 空气柱长度 我们称为L1 单黄管空气柱长度 称为L2 那第一句话给我们的条件 就是这个 那后面这一段呢 所代表的条件就是 单黄管的第一反应 那单黄管的第一反应 要记得单黄管它允许的频率是基因的基数倍 所以第一反应是 n等于3 所以就会变成4L2分之3V 好 然后题目说 这个时候这两个相等 频率相同 那这两个相等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V消掉 所以变成3除以2L1 就会等于 这里没有3 1倍除以2L1 就会等于3除以4L2 所以这样算起来 L1比上L2 就会是三分之二 所以答案就是B 谢谢 谢谢